我們第一場設計的部分就已經開始了 那今天第一場部分我們非常開心邀請台中分局 以及我們工程工程顧問也限公司的成績師 然後我們介紹有關於在勞安類部分 之前參加一些金安獎的分享 那當然現在目前的工程施工程不僅只有工程設計規劃 施工品質部分而已 包括像整個環保生態 甚至像我們現在準備的勞安的部分其實也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我們現在非常開心的邀請 我喜歡這樣來給我們介紹 這樣一開始講義 那我們就開始 市長官還有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台中分局的朋友 首先就由我開始來大致上介紹金安獎的一些規定 後面後半公司來檢報這個案的部分 那我們這件既然講到參賽都是一具勞動部頒定這個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這些要點來辦理的 他們這個要點的主辦機關是勞動部下面一個職業安全衛生組在主辦 那我們的工程的類別就有分成工程類跟人員類 那我們主要就是在參加這個工程類部分 那它的規模的部分呢 它有分成AVC B E F 六個組 那其中AVC B E F 屬於中央機關的 或者是屬於中央機關所屬 中立學校 工營事業 這是中央機關的 D E F 就是地方機關的 那中央機關的部分就分成三個 到金額來分有十億兩億 這個區間那兩億以下 那我們水保局一般都是參加兩億以下 這個部分跟我們水保局是比較齒規的 因為我們金額不會到兩億如果在跟別人競爭的時候 就會比較 在拿完的部分規模就會比較小 再來就是要符合以下這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我們工程的施工進度 要在這個3月31號的時候要拿到25%以上的進度 而且不能達到85%以上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由我們分局這邊 依據他們已送過來母分局的監照日報表 去發文給他們說同一倍長 一直到就是幾月幾日的時候 有達到這個二十海上的進度 這個以後都會在支建書 成為一個部件把它附上去 給子安署那邊審查 再來是第二點跟第三點 第二點是施工期間 工作場所會發生工作者死亡的災害 第三點是各個施工廠商 建造單位相關承冷門 沒有因為違反治安法 經勞動檢查機構處理 全部停工或全部部分停工 核心五次以上 這兩點在3月底之前要談 然後我們給那個 像我們就是中區檢查組 請他們回文說 我們對建工程 可能廠商還有這個施工期間 證明說我們確實沒有發生這兩個災害 然後在支建書的時候 也要步上去他們公園公園公正 那第四個條件是 我們對建工程沒有獲得 有兩種公共網程 就是金安獎的部分 那第一點是人員的 跟我們比較不相關 那我們要參加這個金安獎 有分成推薦跟支建 那推薦的部分可能就是 從那個地方工錢所那邊來推薦 或者是本局這邊推薦 那支建的部分就有分局 這邊自我推薦 那表格都有 如他駐的隔世一隔世二層這樣 那七是他們成立的一個出審小組 還有決審小組的一個人員 名單組成 那我們這個獎項 金安獎的獎項包括三種 一個是特優一個是優等 一個是家座這三種 那人員的話就是有優等跟家座這兩種 那他的審查分成資格審查 就是我們提送自建書的時候 去到那個 勞動部直安署的時候 他會 資格審查是我們 那個工錢署那邊會審查我們 一個然後 公文就是 回覆我們公主的這個 出審就是我們的自建書 推薦到那個 直安署那邊的時候 他會進行出審 然後才會折右負公地進行評審 然後最後會進行決審 那獎益的部分 特優才是最高寄大工兩次 特優等就是寄大工 那廠商的部分他就是可以減少他的押標金 還有旅約金還有保護金等等 那家座的部分就是 機關這邊就是最高寄大工 然後還有辦法獎牌裡面這樣 那他的辦理期程就是每年的5月1號到5月20 最慢到5月20的之前要把自建書送到那個 那個單紙那邊 那這個自建書就要比較注意的是 這個會成為以後他6月時候來實地評審的時候 檢查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也是要小心把它寫好 不能寫得太超過後的字 他就會仔細來審查這種自建書 那大概在5月20的時候 他就已經來應審的一個行程 來實地評的那個執行檢 所以我們可以主動去詢問他說 我們這間工程是哪時候會來應審實地評審 然後他在6月30號前 就完成整個出品實地評審 那他的結果會在7月10號前 就會公佈車獎名單 一直到可能到10月的時候 才會到台北頒獎 然後如果你有得獎的話 他後續他會幫你 要配合他們那個科幣活動 去那個公開場所預言獎 這個機關選擇 這個是他的自建檢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 不好意思比較亂 這個是他的一個評審檢 他評分真相有分成三個 一個是子關機關 然後一個是建造單位的 然後再一個是施工廠商的 那主辦機關的評分項目 主要是施工安全工錢管理 他的權重佔了24% 那建造單位就是安全建造繼續 那權重也佔了24% 那施工廠商的部分就有一串了 可是他總權重就是52% 主要是在施工廠商52%也蠻重的 可是在比賽的時候都是會斤斤計價 所以每一個三方面都要很努力 那還有其他的特殊優良機制 就是特殊的狀況會在外加分數 那整個來講就是加作會在80分以上 優等要85分 特優良在90分以上 好 那就是我簡單先發放一下 副總以及各位長官各位賢金大家好 那接下來由我來為各位分享三萬大合體 也許整治二級工程 這間金安獎得獎加作可成績的一個工程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才十幾分鐘而已 那其實工人在河道裡面作業的時候 十幾分鐘對他們而言 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他們只會專注於你目前的工作 那上工區沒有下雨 那但是整個積水區的上流 如果有下雨的話 紅水水會到達施工地點 那這個時間是相當寬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工地 這上萬大合體這一件工地的一個現場情形 這是105年6月9號現場 在下午3點20分的時候 就是日常水位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 整個工區是沒有下雨 那但是上流集累區是有下雨 所以整個水位到達30公分的時候 才三分鐘的時間 那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其實人員要撤離是還OK的 那整個慢慢的我們可以發現 當整個水位到達50公分的時候 這個時間 大概下午3點32分 才短容了12分鐘而已 那50公分的一個水深 再加上當時的一個水流的一個流速 人員如果是在河道裡面 那你要撤離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我們的主題了 那建年來因為極端氣候出現了一個頻繁 那淋水作業的工程 變成是一個很急需重視的一個關鍵的一個課題 那尤其是我們水保局的一年來 在偏遠山區的野心 治理的按鈕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何去儘快建立起一個安全的管理機制 以及緊急的一個驗變作為 來保障施工人員以及機具的安全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這件三萬大合體 在注重工程治安方面 我們列了五個重大一個五個重點 那首先是對於設計對策的一個 自災原因的一個掌握來明定 相關的一個設計對策 那另外就是為了要防止 直災的一個產生 我們以滾動式的方式來調整 施作的一個模式 那另外就是對於施工人員 加強職安觀念的一個定期教育的演習 那另外就是主辦單位的積極宣導 以及現場多次的一個督導 那整個自災原因 首先就是要了解整件工程的自災原因 因為我們所謂以治理的一個 河道的整治 野心的整治 那整個完善的一個治理 是最基本的 那這件工程的話 是我們在工地現場的一個通拍圖 那整個水流方向是由右上方 右下左下方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河道在這個右上方這裡 是屬於一個極灣的一個河道 那極灣的上方就是苗十四線 那這個極灣通常會造成 合到凹岸的一個刷身 那這個部分它是屬於岩盤 可是接下來就不是了 就是一般的土坡 所以當初在測量的時候 這個凹岸這裡 我們將一個箱子 進行它基土刷針的一個測量的時候 我們發現箱子放下去 整個箱子都沉下去了 所以它刷身的深度已經 深於五米以上 因此在整個治理的方面的話 我們希望將左岸 護岸 銜接上一起工程 那把將左岸護岸 一直延伸延伸到 銜接既有的一個研盤 來保護左岸這邊的一個 一個農田 這邊是有農民在這邊種植 那右岸的話 因為右岸屬於 屬於圖岸屬於淤基的斷 那我們也避免 因為河道自然的領地 來造成一個描述事件的危險 所以我們在右岸的話 我們就施坐了大概 將近九十一公尺的一個路岸 那整個河道 它算是一個相當平緩的一個河道 那我們設置了三次庫船公 那也做一庫行庫船公 最主要是要控制它的流行島 這一個水平 那這間工程在苗栗三萬鄉的大河村 那屬於南港溪的主流上面 那在防止直載產生調整濕度模式方面 我們首先是 你一定的相關的設計的一個對策之後 我們將這些設計的對策 進行風險的一個評估 那這些風險評估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辨識說 裡面是屬於哪些 哪些是屬於高危險 高風險高危害因子的 那如果有討論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修正我們的一個設計對策 那這樣子如此來做一個穩重制的一個檢討 那以三萬大合理這間工程的話 那我們對於風險評估考量的項目 最重要是分為三個 一個是施工區域 另外就是加強職安管理工區配置的一個規劃 那這樣整個施工區域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這間工程 其實算是很單純的一個工程 就是護岸護船公而已 那我們就將施工區域規劃 成三個區域 就是護岸面臨淋水的一個區域 以及護岸的一個沸點區 那另外就是整個護岸施做的一個工作區 那在整個高風險的話 就針對這幾個我們來 來進行風險評估之後 將高風險的我們來訂定出一個 風險評估的一個計劃書 那哪些是屬於比較高風險的呢 比如說露天開挖 模板支撐 施工架的搭設以及整個淋水作業 那這四個就變成是我們最近工廠 最主要高風險的一個作業 那我們將這些作業的 危害因子風險評估把它抓出來之後 我們來擬定相關的管理對策 那管理對策 擬定之後我們再做一個 滾動式的一個檢討 看看是不是可以降低這些危害的因子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再進行修正 那我們也針對這幾個 比如說露天開挖 模板支撐施工架的一個搭設 我們也設置了一個作業主管 來進行現場的一個檢討 那在整個風險評估的方式 如果滾動式的一個檢討 我們以施工區域來說明 那護岸的話這個是屬於淋水區 那整個護岸工程我們在做護岸工程的時候 城堡廠商進行工區現場的一個測量放樣之後 怪手一進去就直接開挖基礎 那基礎開挖出來的土放 它就直接堆積在河道 那它作為一個土體危驗 那這個土體危驗最主要的也就是所謂的泥排水 就是在施工的時候水要讓它進來 可是我們這些土體危驗呢 堆積在河道 間接也就直接的訴說了河道 那工人如果在底下 像我們這間工程的話 它戶外有6米高 有基礎2米深 所以工人如果在底下施作的時候 它根本不知道水位到哪裏 但是當整個河道水位慢慢上漲的時候 這些是雙方 這些的土方 也有可能被沖走然後水灌入 那也有可能這些土方就直接崩塌 然後將工人沿毛 所以我們將這個方案 我們就列有這個 這不是很好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要進行第二個考量 我們就說那我們來打射鋼板磚好了 那鋼板磚的話 至少可以擋住這些土地 不要讓它崩塌 可是鋼板磚能擋得住土 就不能擋住水 水來的時候工人在裡面是做 那水進去的話 這個鋼板磚也很難逃出來 所以我們另外就是把這兩個結合呢 我們可以除了擋土也可以擋水 那為了擋土的話 我們就是防止它的邊坡的一個土壤崩塌 要減少吸水的進入 那這些這些都是為了當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們只是要增加它人員機具的一個 測離的一個時間 讓人員有時間 有足夠時間來逃離 那第二個就是戶外的一個貝田區 一般我們戶外的一個開網 就是一個安西角 一比零點三一個安西角上去 那頂多頂多在整個邊坡這邊 再加設一個護欄 那我們這個的話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用 臨時擋土設施鋼板磚 再加上護欄 來讓人員 從上面掉下來的氣味 發生的機率是零 來增加整個工程的一個 最高最高的一個安全性 那第三個就是整個護外的施設 那一般我們護外的話 我們在施工護外的話 背後都是一半公里 背後是垂直的 前面是1比1.3 那因為這一建工程它的護外高度 將近6米的以上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一個護外的一個前置 除了增加護外的一個安全性 保持它傾倒或者移動之外 那我們將這個前置的長度 把它考量 是不是設施說 那我們在搭施工架的時候 這個施工架不會因為 搭設在那個鬆軟的土地上 而發生相關的前導 那所以我們就把前置延長 來直接讓施工架搭設在這裡 可是這是基礎的部分 那部分越大越高 越大越高 第二層第三層 你會發現 第三層6米高的時候 等於說兩個樓層高了 那這個功能在上面做的時候 是不是又增加功能施工上的危險 所以我們後來又考量說 好那就在基礎的部分 就是第一深層 我們是以施工架的方式來施作 那第二深層的話 我們就將 給威田回去 那就以高空的一個工作車 來期待傳統的 那高空工作車的話 那人員在上面施作 它就不會掉下去 也不會墜落 因為它穿在那個 背負式的安全帶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模板怎麼施作呢 模板就是用吊掛車 直接吊掛 那施工人員就可以直接 在上面去進行 模板的一個組裝 所以我們後來考量 是以這個方式 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整 那接下來就是整個 我們加強職安的一個觀念 我們現在 所有的工程 我們都會要求 承包廠商做職安的一個 訓練 可是做這些職安訓練的話 上面講解的講解下面有可能 吃早餐的吃早餐的滑手機 滑手機的滑手機 根本沒有在聽 而且他們也不會去care 因為都會想說 天裡睡事情 絕對不會發生在地 所以我們為了要加強 整個施工人員 它的一個 一個觀念 我們在 那個工人休息區的話 我們又設置了一個文化 那文化走廊 除了將有 證照人員的證照 放在這裡 以及我們整個 高風險要檢查的項目之外 我們將 有發生過公安的一些 比較驚悚的一個相片 就貼在這邊 我來增加工人的一個 一個自覺性 讓他在施工的時候 能對自己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安全 那另外整個工區的話 我們也要配置 整個工區的一個規劃配置 那一般的話 我們 一般我們工程 我們很多 就邊列經費 然後由廠商去自行處理 可是邊列經費 之後廠商處理 處理的50分100分 變成這個是個人的 一個主觀 很主觀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 對於這件工程的話 我們除了邊列經費之外 我們將規劃的一個試意圖 把它配置出來 包括整個施工變道 材料堆質 土方堆質 或者是機具要停哪邊 那人員跟車 怎麼樣來分道 像這些我們都把它規制 配置好 那就可以確實去要求 承包廠商 依照我們的配置圖來施作 那另外 我們又加設了一些 防禦措施 比如說逃生梯 那 就像剛剛開完 剛剛那個 不管實在施作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 鋼板裝 那擋了這些鋼板裝之後 施工能源怎麼上來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一個階梯 這個階梯可以從這邊上去 對岸能力下 那另外在整個下游的時候 我們利用一起施設完成的一個附案 我們設置的攔截所 那整個攔截所上面的話 就掉過 救成圈 那萬一假設 大雨來的人員被衝走的時候 被衝走的人員 可以在第一時間去抓住這個 那為什麼這裡設置了兩大 因為我們覺得說 可能搞不好它miss掉了 所以後來我們又加設了第二道來解鎖 那我們發現第一道跟第二道這個高度 有一點點落差 因為第一道的話可能水位還沒那麼高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攔截了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庫岸這邊 設置了一個水位池 因為水深的話用看的都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直接設置了水位池 那可以讓工人知道這個所謂的一個變化 那整個工具的話 我們也設置了一個人設分道的一個規劃 那對於工人的話 我們也設置了一個臨時人員的一個修行 因為我們在施作的時候搞不好 夏天的時候溫度都已經高 高達30-33度以上 像我們這一件的話 他就是在夏天的時候施作 那整個溫度非常的高 那另外就是在淋水的已經施作 我們也設置了相關的游泳圈以及救生機 那整個工程的話 我們又再設置了 加設了一個遠端監視系統 那這個遠端監視系統的話 最主要有兩個功用 那第一個是我們先觀察水位 那在上游約1.5公里 這個1.5公里怎麼來 等一下後面會說到 設置一個所謂的一個監視的一個設備 那設置了這個設備之外 另外就是要設置專人 來實施監視聯絡 那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那就直接連接到相關人員的手機APP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24小時的 來掌握整個工地的相關資訊 那另外就是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整個工區內 我們設置了七支的一個監視器 那這七支的監視器 並不是要來看看工人有沒有偷懶 而是說看看工人 它是不是有穿打光背心 或者是說在淋水作業這邊 它是不是有穿救生衣 那或者是整個水位的一個變化 那最主要的是 是要來看看這些工人 他們施作 是不是有依照我們 所規定的這些安全設施來做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設置了高分貝的分明劑 也就是說當工人違規了 你就用高分貝的分明劑 來直接撥光 來讓大家注意 來提醒它 避免會災害的人的發生 這個就是工人記 那另外我們在招標文件上 我們將各個的安全設施的一個圖縮 我們都把它畫出來 我們除了量化之外 我們的圖縮我們也畫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就要施工廠商依據圖縮來施作 那這整個我們會發現 這個相關的安全圖縮 它的總共16張圖 快要比電工程圖縮還要多 那但是這些東西 這些安全圖縮 都是在保護功能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我們 相關的這個監照合約 我們都是依據 然後採購的第二條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作業 及技術服務契約規定 我們的普通條款來辦 那這些有包含了比方跟比方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因為我們希望說 達到一個全員公安的一個方式來執行 那另外我們會將施工架 支撐架、擋土設施、起重機具等等 我們把它列為一個檢查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 這些 施工的一個流程當中 功能去做 我們確實一定要去要求他 那另外就是施工程序 設定一個安全衛生的一個檢查點 那另外就是 那另外就是 職業相關的經費的話 我們就是依照 加強公共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對於要點的辦 將所有的經費都把它量化了 那量化的這些 不會因為 決標金額的調整 也就是說 不會因為城堡檔上 那標了八折 那去去 去談 去調整這些資安的費用 那另外就是 當初的考量 如果在現場試做當中 我們 有一些部分會考量到的 或者是要增加的 我們也 來變更追加 那這些工程 我們總共追加了 75萬2千塊的 一個 一個 勞安的一個費用 那這些的費用 包括 PC的一個膚色 鐵皮屋 太熱了 那那麼熱 你又躲在 鐵皮屋裡面 那是不是整個更熱 所以我們在鐵皮屋上面 加了灑水系統 那剛好忽然不夠長 我們又加熱 那剛剛講的 攔截鎖 本來是設置一處 那我們發現不夠 所以又增加了一處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 工人在施工的時候 他們有工期上的一個壓力 那如果說 今天因為下雨 導致於工期縮短 他們可施作的工期變短了 那所以他們在晴天的時候 都要趕工 那趕工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生危險 所以我們也考量了整個 整個一個施工的情形的話 我們也 展一個工期給他 讓他 好好的做 安心的做 安全的做 來 避免發生一些公安 那另外就是加強 資安觀念 定期的一個教育演練 通常我們 進行一件工程 在施工前 我們會召開一個施工說明會 但是 一般的施工說明會 通常就會 只針對廠商 或者是地主 但是這一間 我們 的施工說明會的話 我們還要求 所有的施工人員 一定要到場 那跟他們講說 這間工程 它的高風險的一個作業的話 是屬於哪些 那要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那另外也要求 承工廠商 要定期 舉辦一個職業安全的 一個衛生會議 那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一個 叫做區域聯訪 那個這個區域聯訪 到 等下後面會 會提到 那另外就是 我們會施工中 做 房舊宅的一個示範點 練 宣導以及教學 那另外就是 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以及官網 我們來去跑去 這邊水庫 去參觀人家 簡單講 對 對啊 那另外就是利用 現在的通訓軟體 即使 那這整個演練計畫 我們是確實 確實 真的要去做 那我們 就將橡皮底放上去 看看 到底會不會浮上 那橡皮底有沒有破 那這些東西 都是真的要去做的 而不是當作裝飾品 那整個規劃 逃避的一個 緊急避難的路線 我們也幫承貿廠商 依據不同的工進 我們把它規劃出一個 逃生的一個路線 看機具怎麼走 人員怎麼走 那人員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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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是不是要去上下設備 樓梯那些 讓他們可以趕快 即時的逃出來 那剛剛講了 為什麼在 距離工區1.5公里 來設置一個監視系統 因為這是我們經過洪水到達工地 以及撤離時間 去經過一個洪水演算 也就是說 在上游 上游1.5公里的時候 水會開始上漲了 那水到達我們工區 工區的這段時間 大概是多久 那經過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在上游1.5公里的地方 水從那邊到我們工區 大概要4分 4分50 大概50秒左右 那我們 這是我們計算的 那相關 滑土機撤離的時間是3分16秒 那高空車撤離是3分45秒 人員撤離是3分50秒 所以我們會 在經過這些計算之後 我們發現說 在距離1.5公里的時候 時間上剛好可以滿足 有的 那 我們現場也是要去演練 演練就是要讓整個 逃離的時間 控制在4分以內 那另外如果是 萬一真的發生 災害的話 那 消防隊到達工地的一個時間 因為畢竟有些還是要 需要專業的 那另外就是 當我們人員 假設 萬一受傷了 那去醫院的話 我們也實際上走了 那 去探訪了 圍工醫院跟石油醫院 那這兩個 那這兩個的車程 大概都30分以內 都會到達 那另外就是 相關的一個緊急應變 醫療救護的一個企劃 那包括消防單位 確實的 地點在哪裡 那醫療單位 警備單位 其他 台電 電線 這些都要去 實際上的一個去確認 那 接下來就是 主辦單位的積極宣導 那這一項 這一項工作的話 是 在金安獎上面 是他屬加分的 也就是說 主辦單位這邊 參與的程度是多少 那層級是多少 那在 台中分局這邊的話 就有分局黨 來當召集人 然後副分局長 當作副召集人 來執行整個 一個 職安的一個查核 那職安的查核 總共查了14次 那機查總共48次 那所有的 甲方 就是 台中分局這邊 主辦機關這邊 他們對於 工程人員 他們要求的是 工程人員都需要 有 勞安的一個證照 那整個 治理科的話 人數有35個人 那 目前有 證照人數是29個人 所以他的 比例已經高到 82%以上 那另外就是 分局這邊也會每一個 員工 來投保團體的一個意外險 那 另外就是 分局的話 業務匯報會 宣導 相關的一個勞安 然後另外 訂定工作守則 那 分局的網頁 增加了一個 職安會 衛生專區 那辦理 職安的一個 專題的一個演講 那另外 分局門口的一個 跑馬燈 來做勞安的 檢視的一個標語 那另外 員工的身心也是很重要 所以也設置一個 關懷的一個平台 那另外就是 要環境友善 所以我們會去拜訪 相關的鄉長 村長 社區 社區的長者 地方民眾等等 跟他們宣傳 職安會的一個重要性 因應作為 那另外就是整個 公區的道路的出入口 我們會進行的去做灑水 去做清理 那也設置了相關的一個 警告的標語 告訴他們說 前方大概一公里或者三百公尺 有工程正在施坐 那整個工程的工區的一個出入口 也會派人員在那邊進行管制 那接下來就是 多次的一個現場的一個督導 來督導工人 確實在落實 那我們一般工程的品質 有三級品管 那個職安裡面也有三級職安 包括城堡廠商的一個制度檢查 監照單位的現場抽查 主辦單位的一個 安慰的一個機場 最上面的一個 職安署的一個安慰的一個查核 那在主辦單位的話 他們是一週一次的抽查 那另外其他小組 或者其他人員 比如說像又行的話 那是最近工程的一個承擔人員 他想到他就去工地 進行相關的一個抽查 那另外我們監照單位的話 就是一週三次 至少三次 那施工廠商的話 他是每天都要做 做相關的一個職安位的一個檢查 那主辦單位這邊總共 機查了14次 不合格的 有兩次 那這個不合格的比例 會發現說 剛開始試做的時候很高 那慢慢慢慢的 當所有的功能 有那個職安的一個觀念的時候 其實他的不合格的比例 他就會降低了 那每個工人進到工區 他就很自動的 會去穿那個那個 把工背心啊 或者在臨水作業的時候 他就會去穿救生衣等等 那另外就是 整個基塔小組 總共基塔的13次 那也外偏的委員 那上級機關呢 也包括了職安署這些 中區的勞電所這些 他們都有去 那我們也邀請了 中區實驗安全衛生中心 來進行整個工區的一個 一個輔導 那如果說職安查證缺失的 矫正處理呢 像這個 就很明顯的 他整個挖土機作業啊 沒有設置人員的一個管制 那整個作業 作業區域 他沒有設置這個 三角椎以及欄杆 那另外就是 整個模板堆滯的高度 那我們規定 模板的高度 不能超過1.8公尺 那這些我們都會 現場去佔 那如果超過1.8公尺的話 就會要求 就是有缺失的話 我們會要求他平工 全部工區的都平工 那進行來 針對缺失 先立即做改善 那改善完畢之後 才同意施工 那這個就是 又寫去現場看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局長 也去現場做了一個督導 那副局長也都有去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一間工程 長官的一個 一個積極的參與 一個重視 其實是對工程 是加分的 那也對於得獎的話 也是有幫助的 那分局長的督導 那分局長更不用說 分局長 他是屬於 他是屬於基塔的一個 一個督導的一個 超級人 分局長去的次數 N次 那 副分局長就更不用講 幾乎每個禮拜都 都會去 那在建造單位的話 我們的 衛生管理組織的話 就是由我來負責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位 柳氣師 那整工地的話 由我們 柳翔的工程師來去進行 那我們 也 最近工程 我們也列了兩個 建造人員 那這些 我們這些人員 都是有相關的一個 安慰的一個徵兆 那我們 接下來就是 將安全檢查的重點 來一一把它列出來 在露天卡的部分 我們檢查的一個項目的話 包括他的崩塌 那崩塌的話 他是不是有做 一個防止崩塌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臨時檔子設施 那另外 臨時賭方的一個處理 他是不是會對字過高 這個邊坡 是不是有盡量一比一 讓他平緩一點 那整個檢視設施是不是有錯 比如說 剛剛講過了 機械作業室的管制 端子人員的一個指揮等等 這些都要 那另外就是人員的管制 我們整個工區 我們有整個工區的一個規劃配置 那整個配置之後 出入口就只有一個 所有人員進來的時候 一定要登記 那登記完了之後 我們會請他穿上 反光背心 以及安全帽 那會跟他們講說 我們本工區的話 他是有人車分道的 哪邊是屬於人走的 哪邊是屬於車走的 他們都要遵守 那另外的話 整個工區的一個監視系統 是不是有正常的一個運作 那相關的機具的話 比如說啟動機 就是要一機進來的話 就用一機三鎮的一個衡隊 那高空工作者的話 人員是不是有穿這個 非護士的安全帶 因為這個安全 怕它從上面掉下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過了 這些工作場所的話 那材料對峙是離邊緣 至少兩名以上 那整個人車分道 那護欄 護欄的強度 是不是有達到75公斤以上 這個真的去拉 真的要去測試 那是不是有設置了一個流動廁所 上有的 上有及下有的一個即時水位監視 那檢查相關的攔截 攔截網是不是還堪用 因為怕天氣太熱 或者是有人去破壞 我們去檢查的時候 那些攔截手 都要去拉一下 那淋水作業就是在靠近水 施工人員在淋進水域的話 它是不是有穿鎖救生衣 那現場整個旁邊的話 那是有被鎖救生圈 那另外就是整個上面的開挖 上方的一個路欄 是不是有做好 那進去淋水區域的話 淋進水域的話 我們也設置了第二道的一個閘門 也就是說今天 在一般的工作區域裡面 施工人員只要穿短空背心就好了 可是當你要進入到一個淋進水域的話 我們會要求你穿救生衣 那其他的話 我們將施工架的一個進展 我們是檢查它是不是符合的 那固然的高度以及強度 那另外就是工人 所以前天晚上如果喝酒 那隔天去工地 進行施工的時候 它是不是酒測 一般的酒測 那這些東西如果它酒精還沒退 那我們會要求它休息 不要來上工了 因為這些都會 都會增加一些施工上的一個危險 那另外就是相關的一個檢查 包括打入的一個深度 那火泥土交之作業的 它是不是有扣滿這一些 那施工架土色是不是 主力它積腳 長度夠不夠寬度夠不夠 那有沒有 將那個圖章螺絲有固定住 那另外就高峰工作車的一個施工 那經過我們這樣子的檢查的時候 來總共需要檢查的項目 大概有258項 那我們實際上檢查了 大概329項 那布爾格的有13項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立了一個獎承制度 在主辦單位這邊 那主辦單位同仁的話 就是如果說有得獎的話就會寄崩 那設計電章廠商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下次檢報的時候 就是在評選的時候 可以優先來進行檢報 那承包廠商的話 他可以依照那個 那個剛剛那個作業辦法 來壓標金、保固金這些可以檢辦 那另外 台中登局這邊針對廠商 那就變我們就給他 或者就是說他們勤款的時候 就以罪數件來辦理請款 那廠商趕快領到錢 那另外有講究成 那我們在CCTV裡面 我們發現有人沒有犯法背心 所以我們也要 我們也針對這樣子來 來懲罰廠商 那整個我們監照方面呢 其實我們公司都有一個平分的標準 看看去公益現場 我們會看看最近工程 那工人在私做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達到一個安全性 那如果有的話 第一名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公司是頒發1萬塊的獎金 那第二名的5千 第3千 那這是整個工區的一個情形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戶外的一個私做 一期工程在這裡 那我們二期工程是由下游從那邊往上游做 那這是鋼板燈的一個擋土設施 那自然邊坡 邊坡上面我們就加設了一個護欄 那整個臨近水域的話 這些這些都是護欄 就是屬於臨近水域的一個私工的一個區域 那這邊也有一個閘門 也就是說這邊的工作區域 跟這邊的工作區域是不一樣的 你只要進入這邊的工作區域 你就是要穿救生衣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只要發射反光備限章就可以了 那整件工程如期如此 那以上報告分享 謝謝 好